大家好,季节交气 人呢都非常容易到感冒 这个狗公不用说了 最近有不少咨询我这个狗感冒和我咳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啊 分享 感冒大家都知道啊 流鼻涕 流鼻涕分两种 一种是轻的鼻涕 一种是浓的鼻涕 浓的这种就应该说是比较厉害了 我是建议送宠物医院去做一个进一步的治疗啊 当然也就是打个汁 打个小汁 这类的清笔器 可以给他吃药啊 包括我咳 我咳是什么样的 什么样呢 很多这个刚养狗的这个朋友们 他不太了解这个东西 我咳呢 他就是跟卡着似的 就是老是嗓子跟卡着似的 嗓子有弹 但是吐不出来那种 我养狗鸡一次 我那会也不懂 我直接送宠物医院去了 人家给开了点药就回来了 但是沃克这个东西吧 好的时间可能会稍微慢一点 要一星期左右的时间 我那知识回来的时候就得了沃克 那当时给他吃了点香烟药 香烟药就好了 一星期左右就好了 甚至可以说 抵抗力强的狗 你不给他吃药 他三两千也能好 但是绝大多数情况 你一定要给他加一个治疗 治疗呢 我的推荐就是西药加蒸药 西药消炎 蒸药固本 西药为什么呢 常规的消炎药都可以 我在这上面我也不能说 我一说有可能过不了省 是吧 因为我毕竟我都是为了用的人用的药 至于 蒸药 蒸成药之类的呢 那更简单了 你打开 某灯也好 某薄也好 某多多也好 输入四个字 受药 然后感冒 你看到里边那些什么 看看里边那些颗粒 是吧 什么这个颗粒 那个颗粒 这些都有作用 那么我为什么建议大家 进行一个 蒸西结合呢 我们都知道啊 蒸药固本 西药 治表 是吧 这玩意儿呢 打个比喻就是说 是吧 就是烧一锅水 西药 直接给你加凉水 水开了 直接给你加凉水 趋于平静 蒸药是浮起抽心 浮起抽心 它不是说这个水 接着就不沸腾了 它可能还要沸腾一会儿 它所以说呢 它会慢 但是我们用西药 把它这个严重给它消下去 也就是 我可也好 感冒给它治下去 是吧 但是治下去 治的过程中 我们在用蒸药啊 它会保证了你后期的一个 不会反复 蒸药的作用就是 把你狗的身体 瞧解过来 几抗力增强 增强了几抗力 后期就不会再出现 一个反复发 反复感冒 反复我可的这么一个状况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经验啊 紧跟分享啊 紧跟分享 你不要问我 我该说的我都说了啊 至于消炎药 我可以 我可以再放在评论区 至于吃多少 喂多少啊 你自己换算 不要问我啊 你可能你懒 我更懒 你如果实在是懒 你直接送 送重物件去 是吧 那样多损失 还有保障 我只是分享 我不科普 我也不推广 是吧 你有这样的问题 是吧 我只是作为一个分享 我这个人很懒 而且胆小怕事 好 这是今天视频的一个内容 我可以再放在评论区里面的一篇 我可以再放在评论区里面的一篇